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旗团旗下高端植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两种创建方式 RDD的编程API Transformation算子介绍 Axion算子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型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给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 那这一刻呢我们来说一下当前Transformation算子啊 那Transformation算子呢 是当前RDD中的一个延迟操作 同学们啊,延迟操作 也就是说它并不会直接计算结果 它相当于呢,大家可以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它相当于把这个东西啊,进行了一次缓存 那么在这啊,只有当前我们用用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需要加一个转换动作 即Axion算子的时候呢 才会将当前结果呢,进行一个返回 也就是说Transformation呢 只是相当于一种预加载计算啊 但并不会得到真正的结果 只有我们得到Axion的时候呢 才会将当前那个结果得到出来啊 那这种计算的方式呢,可以让Spark呢 更加有进行一些效率的计算啊 那在这里啊,这个我们Spark当中的算子呢 有很多 那在这里啊,给大家列举出 三十二个常用的Transformation和Axion算子啊 那在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常用的Axion那个Transformation算子啊 那这里分别有Map 那Map的主要作用呢 可以返回一个新的RDD集合 对当前原有的数据呢,进行一个便利 还有Filter,也可以返回一个新的RDD啊 那这里主要是对原有数据进行一个过滤啊 然后还有FightMap 它呢,类似于Map 也可以对当前原有的数据呢,进行一个便利 但是相当于对数据中的存储的值 进行一个扁平式的压缩啊 再往下Map Partition 它呢,也类似于Map 但是呢,它可以对当前呢 数据进行一个分辨运算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辨运算 还有呢,叫做Map Partitions 它呢,类似于Map Partitions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也可以对当前的结果呢 进行一个分辨运运算 除此之外呢,还有Simple 它类似于取样 我们可以对当前的数据呢,进行取样计算 还有那个Unit 它主要是对当前RBB呢 进行一个并级求和啊,并级 还有当前呢,这个Intersection 那这里主要是对RDD呢 求一个交集 除此外呢,还有Distinct的 它主要是对当前RDD呢 进行一个去重操作啊 它可以去除重复 然后还有GrowByKey啊 可以对当前这个RDD呢 进行一个分组啊 根据当前的Key进行分组 GrowByKey啊 除此呢,还有一个ReduceByKey 它可以对当前RDD的数据 根据Key来进行计算 它呢,有点类似于 咱们之前学习的这个Map Reduce 当前的Map端将数据处理完成之后 传留Reduce端 Reduce端会根据相同Key 进行一个计算 那在这里这个ReduceByKey呢 也是进行这个事情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ArrogateByKey啊 ArrogateByKey呢 跟ReduceByKey一样 也是对当前的数据进行计算 只不过呢,在这里 它会提供默认值啊 就是GrowValue 它可以通过这个Value的值呢 进行计算 而且提供了局部和全局计算方式 在这里啊 我们也会讲这个ArabicByKey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SortByKey 可以直接根据当前的Key呢 进行一个排序啊 直接根据Key进行排序啊 还有一个SortBy 那在这里啊 SortBy呢 和SortByKey呢 类似啊 只不过它更加灵活 可以指定当前根深排 并且排序的方式是什么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Jun 合并啊 我们可以将两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合并操作啊 合并操作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CoreGrober 那这个CoreGrober呢 跟当前那个 我们上面呢 有一个GroberByKey呢 有点类似 它也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啊 这个分组啊 这个GroberByKey 类似啊 也是进行分组 还有当前下载这个Cartition啊 Cartition Cartition呢 就是求迪卡尔吉啊 但是呢 这个迪卡尔吉呢 这个我们应用的相对来说 能少一点 大家知道 特别是咱们写SQL 做两个表合并查询的时候呢 一定要避免迪卡尔吉的采生 所以这里大家记住啊 迪卡尔吉就相同的来变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PayPal PayPal是什么呢 是将Cell命令呢 用于Spark形成新的RDD 呃 这个算子呢 相对来说呢 用到能少一点啊 它主要是写一些Cell命令 除此在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这个CoreLess啊 CoreLess呢 相当于重新分区 还有这个Repartition呢 也是重新分区 Repartition and sort of ways Partitions 也是重新分区并排序 那在这里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前我们这些算子 后续呢 我会对当前这里 所有的Transformation算子呢 给大家出一个 逐一教学的视频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继续看 我们的这个视频 来学习当前 Transformation的算子 那OK 这期课我们就到这里 给大家看